末代皇帝溥仪度五个女人 涂尔美若天仙 涂三常德太相奉解 爱心觉罗溥仪 中国封建盟朝最后一个皇帝 在其传界跌宕的一世 有过五个重要的女人 她们在嫁给溥仪后 都没能留下来 留下一儿伴侣 接下来一组老照片 见邓这五位家人的爵士风采吧 郭布罗宛容 满洲郑白旗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妻子 她因容貌专装秀美 清新脱俗 且行迹书画无所不通 而在贵族中文名侠尔 也是宛星最美的皇后 却在其踏入紫禁城的那刻 便注定了七万的终生 1946年6月20日 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于世长辞了 年仅42岁 俄尔德特文秀 末代皇帝溥仪的书妃 她的容貌只能算是清秀 与网红凤姐罗玉凤有些相似 由于争宠 宛容与文秀在一些小事情上经常发生冲突 而溥仪在两者争吵之时 经常站在婉容一边 处落着文秀的不适 1931年 文秀妾 几场中国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妃子和溥仪的离婚风波 正是离婚并公告天下 文秀可谓是一代其女子 谭玉凌满足贵族出身 原姓怕她拉逝 溥仪一见到她 便被她身上清纯的气质所吸引 这位家人最终成为溥仪的降贵人 谭玉凌被受溥仪的宠爱 有过五年的幸福时光 奈何谭玉凌二十二岁便相逍于云 溥仪未表怀疑 给谭玉凌是明显贵妃 李绿琴出身极为平凡 她一生最出彩的事情 就是嫁给溥仪 被封为富贵人 两人根本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 1957年5月 李绿琴与溥仪离婚 这位家人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与当时在长春广播电台 的一个工作人员黄玉庚结婚 1962年4月21日 在可亲可敬的周总李挫克下 李淑贤和溥仪在北京结婚 当年溥仪56岁 李淑贤36岁 他们的魂心平凡而温馨 正如溥仪所说 1962年五一节 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温暖的家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 祝奇文解密语言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处的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醒您的这一刻 您知道他们是推荐的